摘了一篮新鲜靴,大的是公的,小的是母的,去除果饼,流出的是天然胶乳可以提取橡胶,把靴力清洗干净,放入篮中控水,磁果切开是饱满的果实,熊果是不长果实的,红色的是它的花,用小勺子挖出里面的果实,最近天气不错,放太阳底下晒20分钟,很快就晒干了,装入玻璃瓶中保存, 盆中倒入山泉水,果子装入沙袋中,放入水中浸泡,天气突然下雨,心情也跟着不好了,拿出得物上新买的湿滑落士奇项链装扮自己的心情,这款比砖贵省了一半,还是明星同款,很适合夏天穿搭,静置成型后,不用放石灰水的天然凉粉就做好了,加上红糖或者蜂蜜,撒上桂花,搅拌均匀, 尝一口,清香美味,和糖里的莲子成熟了,采了100朵新鲜莲子,掰开莲碰,摘下莲子,用刀片把莲子外皮划一圈,莲子壳就很容易去掉了,剥开莲子外皮,取出莲子仁 不喜欢吃里面的莲子芯可以用牙签取出,放入泡发的白木耳,和刚剥出来的新鲜莲子,再放入香甜的红枣和冰糖,没有冰糖的,也可以用蜂蜜调味,最后倒入山泉水,盖上盖子,放入蒸锅,蒸60分钟,蒸好后的红枣莲子更清甜又结束,多余的新鲜莲子 放太阳底下晒干保存,剁下可食用的新鲜芦莲,清洗干净,切成段,里面是厚实的芦莲肉,切去边边,撕开芦莲外皮,取下芦莲肉,切成小方块,倒入清水中,浸泡30分钟,把薰衣草放入蒸馏锅中,倒入山泉水,切上蒸馏管,起锅蒸馏,30分钟后,薰衣草精油和纯露顺着冷凝管出来了, 把纯露分离到干净的容器中,浸泡好的芦莲肉用清水冲洗几遍,用榨汁机把芦莲肉打成汁,过滤出芦莲原汁,现在天气炎热,做冰晶修复下肌肤,但更关键的是要做好防晒,我就在食货买了安耐晒,最近超火的安耐晒,才100出头,比专柜省近200块,现在点评论区还送188块, 静置几小时后的晒后修复冰晶就做好了,满满两大罐花了20元在叮咚买菜买了个大西瓜,送得很快,把西瓜对半切开,用勺子取出西瓜嚷,夏天是西瓜的季节,肯定要尝一尝, 这叮咚买菜上的西瓜,是产地直彩自然成熟的,尝起来特别甜而且皮薄,现在去评论区还能领专属福利呢,吃完果肉,瓜皮不要扔,加入300克白砂糖,放入冰箱冷藏一夜,第二天,瓜皮中的水分已经腌制出来,摘几片薄荷叶,放入锅中,起锅,先开大火煮开, 煮掉西瓜皮水分,过程中不断地搅拌,以免糊锅,当水分明显变少时转小火不停地翻炒,翻炒过程中拌入的空气在糖浆中形成气泡,成为精种,这样就会成功地反杀出好吃的西瓜糖了,每颗都挂满了糖霜,香甜多汁的西瓜配上清爽的薄荷西瓜糖,是夏天的味道 来桃树林摘点桃椒,清洗干净,放太阳底下晾晒,晒干后的桃椒像琥珀一样漂亮,用剪刀修剪桃椒,修剪成一颗桃花类,修剪好的桃花类装入干净的容器中保存,放入几颗桃椒,倒入山泉水,盖上盖子,再泡一个灶角米,倒入山泉水浸泡,也可以用自来水浸泡,泡发后再清洗一遍,滤网了, 捞出桃椒造角米,倒入炖中,放入红枣,枸杞,和冰糖,最后倒入山泉水,盖上盖子,上蒸锅 焖蒸一个小时,时间到,出锅,香气四溢,来一口,满满的美丽,加入牛奶,奶香泼鼻,掀气满满 花了100元,买了5只雪蛤,掰开雪蛤,掀开肚皮,取出雪蛤油,总共出了8.5克,放入干净的容器中,锅中加满纯净水,一夜后,泡发膨胀了200倍左右 倒入沥网中,用纯净水冲洗一遍,清洗木瓜,切开三分之一 挖出木瓜籽,雪蛤过滤掉水分,放入木瓜中 不喜欢吃木瓜牛奶雪蛤的,可以把雪蛤放入炖中,加入枸杞红枣和冰糖,盖上盖子放入蒸锅,自己再加炖,蒸材食料又省钱 把省下的钱用来买最近德物上看重的扣池腋下包包 上评论区德物买扣池包包,都是官方入住,不光保证价格比专柜便宜快一半了 蒸好后放入蜂蜜,倒入牛奶,放入炖好的燕窝 木瓜牛奶炖雪蛤就做好了 清爽版的冰糖枸杞炖雪蛤也一起出锅了,吃一口满满的美丽 沾上摘了几挂蜂蜜,准备过滤篮,蜂蜂放入篮中 蜂蜜的外层是天然蜂蜡,红色的是花粉 切下蜂蜜,取出里面的树枝 过滤出蜜汁后再提取出天然蜂蜡 把过滤好的蜜汁装入干净的空瓶中 蒸锅上放入容器 高温把蜂巢渣渣融化 融化后只剩下杂质在篮子中 上面一层是蜂蜡,下面一层是蜂蜜 冷却后取出蜂蜡 用篮子过滤的蜂蜡还有很多细小的杂质 把蜂蜡放入纱带 上蒸锅融蜡,融化后把纱带拿出 得到干净无杂质的蜂蜡 可以用来做天然的口红和唇膏 摘了几个香水柠檬 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片过程满怨的清香 切好后放入锅中,倒入山泉水 锅里放小碗,锅盖倒扣 放上冰块用来冷凝,开大火 柠檬纯露会顺着锅盖滴入小碗中 趁热拿出唇露,放入锅胶原面膜粉 搅拌均匀,模具平铺桌面 倒入调好的锅胶原面膜 冷却好后的面膜晶莹剔透 铺上面膜纸,按压平整,倒扣脱模 一张完整的锅胶原美白面膜就做好了 彻底冷却好的蜂蜡很容易脱模 冲洗掉蜂蜜,控干水分 新鲜甜菜清洗干净去皮 这是天然的色素 甜菜切片,均匀地铺上竹筛 放入烤栏中低温烘烤5小时 烤好后的甜菜酥脆可口 放入石旧中打碎 打碎后用石膜研磨成细腻的粉 把粉装入干净的空瓶中 起锅,把干净的蜂蜡放入锅中 倒入600克橄榄油,开火融蜡 融化后静置降温 油温不烫后,滴入40克维生素1 雨后的荷花特别漂亮 拿出最近德物上刚买的手机拍一张 德物上面苹果华为官方授权有保障 还比专柜省了好几百呢 剩下的混合油 倒入甜菜粉 滴入玫瑰精油 搅拌均匀 倒入口红模具中 等待冷却 冷却后脱模 拿出用完的口红管 小心翼翼地套出来 一共做了五支天然的口红和120支风辣唇膏 都是白mber用的口红管 这下去就把颜色放入太阳 平把粗品放入太阳